巨大的小水滴出现在国门广场 小朋友开心的铺上前 一下子推倒 立刻又弹回来 玩得不亦乐乎 孩子们玩得乐在其中 大人们精进欣赏 国门广场上夜晚变得很有风情 12个小水滴装置艺术 夜晚还会发光 突然出现在金融港边 伴随着栩栩微风 成了孩子们玩耍的新乐园 就很安全 对小朋友就感觉很好玩的样子 很新奇吧 没看过因为我的小朋友还小 对啊 就觉得很新奇很好玩的 装置艺术呢 原先基本上是不能碰的 不过我们这个水滴的装置艺术 在这里呢 非常适合小朋友跟家长来这边 可以碰 而且就是这个水滴 好像布导翁一样 都会弹起来 所以小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充满童趣和梦想作品小水滴 融入金融的宇都和海洋的意象 经过城市博览会之后 大受欢迎 深浮选在8月8号父亲节晚上 将小水滴一致在国门广场 重新呈现 陪大家一起欢度父亲节 在国门广场这个地方 大家很喜欢这个绿色的草皮 那其实我们会发现了在夏天的晚上很多的民众 其实很轻松的坐在国门广场的草地 然后小朋友在旁边跑跳在游戏 说实在是一个很欢乐很疗愈的画面 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透过文化局 我们把本来放在我们的大沙湾历史园区 城博会期间的一个装饰的艺术 叫做小水滴的这个作品 我们把它重新的去做了一些整理 然后把它在国门广场这边来重新设置 那你会发现这个小水滴放在这个国门广场上面 其实已经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跟这些雨滴来互动 而且晚上当这个天暗了之后 它还会有这个灯光 所以我们也让整个国门广场 在夜晚增添了它的气氛还有颜色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做法 让更多的民众在国门广场这边来休息 然后使用这个海港的一个旁边的一个空间 让这个地方充满欢乐 也充满了这个小朋友的欢笑 过去的装置艺术大概都是硬性的 但其实爸爸的心很柔软 我们今天在爸爸节的时候 推出这个活动 希望帮爸爸来照顾所有的小朋友 然后用这个像大海一样柔软的心 来这个草地上能够跟大家互动 不过因为艺术装置它还是很容易坏掉 所以希望大家温柔的对待它 然后也互相提醒一下不要半倒脚步 希望国门广场都可以为大家成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一个 游乐场所 这样的艺术元素呢我想会让我们的我们广场呢更加的丰富有趣 那今天也是父亲节这些小水滴不仅仅是艺术装置 也不仅仅是小水滴的意象 它可能也是可以看成是我们父亲呢 非常辛苦的流下来的汗水哦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在今天这个小水滴的装置艺术 让小朋友跟家人可以参与也祝福天下的父亲 父亲节快乐 新的意象亮相 不但让孩子玩得尽兴 也让广场增添新的风情 记者黄松明志龙报道